大家好,我是三嫂 今天分享一款红糖麻辣糕 100克红糖 先用400毫升的温水 先把它化开 再把红糖搅拌浓化 如果不喜欢吃太甜 100克红糖太多可以减少 面粉200克 木薯粉也200克 把它全部搅拌均匀 面粉和水的比例是1比1 多少粉就加多少水 搅拌到这样无颗粒 盖上盖子,形发两倍大 面糊已经发酵好了 来搅拌一下排气 再加入3克泡打粉 15克玉米油 再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这样子就可以了 拿一个盘子 再刷上一点油 也要容易脱模 这边上也要磨均匀 再把面糊倒进去 把里面的气泡震出来 再静置20分钟 二次发酵也好了 水开上锅蒸30分钟 时间到关火 先不要开盖 等一下再开 焖了三分钟可以开盖了 哇,漂亮吧 把它拿出来放凉才脱模 麻辣糕已经放凉了 冰原给它掰一下脱模 把它倒出来 切成块 学会了就可以自己做了 去外面买这一块要几块钱 红糖麻辣糕就做好了 里面加了木薯粉 口感更加软弱有弹性 松软又香甜 和外面买的一样好吃 你们想吃吗 想吃记得关注我哦 竹试 Saul 你说的可能轻而 Lily こう算是 仙 会